美国发动贸易大战祭出301条款 大陆第一时间强硬反击 来而不往非离也 我们会丰陪到底 We'll fight to the end 但崔天凯稍后放软态度 强调有诚意缩减贸易逆差 川普不光是卯上大陆 甚至被形容对全球发动无差别攻击 针对进口钢铝的加征关税 虽然暂时豁免澳洲 加拿大 欧盟等国到5月1号 短短40天要谈出让美国满意的方案 比利时总理米歇尔比喻 美国就像用枪指着贸易伙伴的头 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也有德国媒体主张 欧盟应该避免计划跟美国贸易争端 而是跟美国联手 向大陆争取平等待遇 在此同时 美国科技巨头更加积极抢进大陆 北京的发展高层论坛 苹果 谷歌 IBM 执行长 都不敢怠慢亲自出席 要跟大陆当局建立良好关系 并加强跟当地业者的合作 找寻出路 记者 周安超 潘建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